咱们现在给大家讲的是用Python做这些事情 那你用CR加用Java能不能去做 肯定也是能的吧 用一些软件也是能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还是以效率为第一 比如说一件事 你用五个小时能做完 那你何必要用十个小时去做呢 其实就是大家有之前对这个Python有很多见解 最大的问题都说这个Python效率低 效率低效率低的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效率低 但是对咱们影响其实并不大吧 咱们要做一个统计 要做一个分析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也不需要给它做成一个实时了 咱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离线去做 然后把结果做出来结果 然后给它放上线上去返回 所以说在离线去做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执行了五秒和执行了十秒 对我来说我的损失不是特别大吧 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在咱们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 我觉得用Python去做一个数据分析是更简单一些的 可能现在就是还有一些软件吧 什么spath 还有一些数据分析的软件 但是这些软件它是有一个局限的 就是说它里边给你写好的东西你能用 但是它给你没写好的东西你还能用了吗 一旦它没给你写好这些东西 你想自己自定义的时候很麻烦 但是你用Python 你用这样一种编程语言去做 咱们结合起来这些库 我们可以自就是为所欲为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是比较简单的 刚才给大家推荐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去看损失值它会给我们做表吧 然后呢我们刚才是用Pandas的一个profile 它也会给我们制表吧 制这两个表啊都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直接用的吧 用起来也都是蛮舒服的 而且它的效果也都是蛮好的 到时候大家就是我是推荐 咱们是可以直接用这个东西的 然后啊我们就要再来想了就是 现在啊这个数据来了 这个数据来了之后啊 哎呀现在我需要知道的是 嗯对于一个birthday 比如说现在这个birthday一个生日 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啊 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用吧 但是呢一个求人一个求员啊 我现在想知道他的一个年龄 想知道他年龄怎么办呢 他没有这个属性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计算啊 数据是哪年的啊 数据是0212到13年的吧 然后呢通过birthday通过这个年份 是不是可以计算出来当前啊 他等于他的一个年龄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计算出来这样一个值 就是在这里很简单啊 做这样一个减法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他的一个年龄分别是等于多少的了 那这里啊就是我们在做减法的时候啊 我们是用那个这个time 这个time减完之后啊 得到的是一个天数 用一个天数啊 再除上咱们的一个365天 这样呢我们就得啊 这样我们就得出来了 当前的一个结果是多少 为什么是365.25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咱们不是还有润年吗 润年可能多一天 那四年是一个润年 所以说啊又加上了一个一除上四啊 等于再加上一个0.25 那现在啊就得出来了 当前他的一个 每个球员啊 他的一个年龄啊 是等于多少的 这里啊就是说 我们可以对这个数据啊 其实还可以提取出来很多信息 这个啊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提取出来他的一个年龄的 然后呢下面啊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吧 在这里啊我们来看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datafame 然后他的一个height长什么样 在这里有这么多信息可选 那我们来选一些吧 这里我们来看 是不是说刚才我们把position变换了 photoid对我们来说不要吧 rater1rater2求均值了 所以说这俩撇了 这俩也撇了 birthday算出年龄了 这个也撇了 所以说啊我们先来选的是一个年龄 还有他的一个负色的评分 他身高的一个等级 体重的等级 然后他一个踢球位置的一个等级啊 这是他的一个啊 评分的一个类别 这是评分的一个得分值 上面呢就是他的一个身高和体重 那其实啊可以把这些值呢 我们看身高和身高的等级啊 也有些重复 我们也可以先把它去掉啊 这个就是看大家吧 如果说你的数据量比较少啊 保留也行 数据量比较多的时候 先看着麻烦啊 我们也去掉 保留一个也是可以的 那这块就是啊 我们用这个pandas啊 在我们帮我们进行一个profile 那profile完之后啊 我们也可以再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最后 我们还需要把前码都从头到尾再执行一下 这个这个notebook啊 他有一点缺陷 就是经常啊 他会就是执行完的东西啊 你挺长时间一步运行 他又是 他又变成不能执行了 就是中间执行几行的时候啊 不要麻烦 然后你从头来再执行一遍 我们等一下吧 等一下应该就能执行出来这个东西了 看一下执行到哪 执行到这部了 下面这部啊 我看这是最终执行出来了吧 就是我最后又算了他的一个profile 这里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变量比较少了嘛 比较少之后 哎 好像不是这里 来往下找啊 是下面的一个位置 啊 是这个里边 这里边是我们又执行了一遍吧 又执行一遍之后啊 我们现在reject就等于零了吧 因为我们把那两只去掉了 然后他的一个 嗯 又就是去掉了一些 我们觉得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他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就不给大家再从头看一遍了 相当于是我们又执行了一下 那这里啊 就是我们执行完了 对于咱们一个球员来说啊 统计了一下 他各方面的一个信息 那球员这方面啊 你统计了这些信息 那对于咱们的一个裁判 对于俱乐部 对于咱们的一个country 是不是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很多信息的统计啊 咱们刚才啊 只是拿我的CSV当中的一个tinydata 就是球员信息 那个tinydata来进行一个举例啊 分析了一下 球员之间 他的一个各种各种变量分布的规则 以及呢 球员啊 他们的 以及啊 球员咱们做了一个报表 得出来了 他的一些统计方面的特征吧 那对于这些特性来说啊 我们要要分析咱们的一个裁判 要分析俱乐部 要分析啊 他所属的一个国家都是可以的吧 那这些操作啊 就不给大家一个个去看了 到时候大家感兴趣啊 也可以一个一个的当成一个小练习吧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裁判 分析一下俱乐部 分析啊 国家啊 这些啊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统计分析的 嗯 在刚才啊 咱们是不是做了很多的那个tinydata啊 然后现在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 再给它进行一个组合也可以的 嗯 这块因为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啊 我就不给大家耽误时间 咱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吧 现在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现在啊 现在拿回数据 可以是看一下 咱们的一个裁判和球员之间的一个信息 我是这么做的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裁判的编号 这是我的一个球员的一个信息啊 然后有这样一条记录 就是说啊 当前这个裁判和这个球员啊 发生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在这个球员和这个球员当中啊 他的一个总共的一个获得红帕数啊 然后提的比赛数啊 以及这个球员进球数啊 他们的一个盛场啊 或者是败场的一个数量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 要为了确保数据啊 是按照我们可理解的方式来 我们算了一下 在这份数据当中啊 他一个games 就是你所有踢的一个场次 那你踢的一个场次啊 肯定是要等于 在数据当中获胜的 平局的 以及失败的一个核吧 先判断一下 这个东西啊 合不合逻辑啊 如果说返回一个处 合逻辑的 合逻辑啊 没问题 咱们再往下来接着看 在这里啊 就是我可以做一些融合 相当于是 包围数据啊 再做一个改变 比如说 现在呢 我想看一下 哎呀 你所有获得到的一个 红牌的数量 那我可以把 咱们的一个 Yellow Red Yellow Red 然后再加上 直接的一个Red 就是相当于 黄牌红牌 再加上直接红牌 再拿到一起 反正啊 这不都是一个红牌吗 把这个红牌数量 再拿出来 然后呢 现在啊 咱们就是 还可以再做 这样一个处理 就是说 现在啊 我们不是有这样一个评分吗 这里他可能会有一些缺失值 那对于这个缺失值来说啊 我直接可以把当前的这记录 给挪过去就可以了 给它移除就可以了 因为我要做的 就想看一下 嗯 我不同的一个肤色啊 对我最终的一个红牌啊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果 那下面啊 就是又做了一些啊 其他操作 这些操作啊 都是相当于是 组合呀 合并呀 又把我的一个数据啊 做的一些更丰富一些 我们来看 现在是把这个数据啊 能有能用的信息 都加在一起了吧 在这里就是 我们的一个求愿信息 然后求愿信息当中呢 他又把呀 我这个求愿信息 左边是求愿信息 右边还有一个裁判的编号 以及呢 他的一个红牌啊 黄牌的一个数量 加在一起 其实啊 就相当于是 把我可以融合的 这个tiny data 咱们刚才说的 分割成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 再组合在一起 组合成这样一个大表 然后呢 基于大表啊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统计的 那这块啊 由于啊 这个东西啊 比较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去说了 这个不是重点 然后呢 最后啊 咱们再来看一点吧 最后再来看一点 就是说 呃 我可以统计一下 对于当前的 就是说对于啊 咱们当前的一个求援 和咱们当前的一个 裁判 然后他俩之间发生的故事 就是得到了 就是这个裁判 给没给这个求援一个红牌啊 就看有些是零 有些是一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就是一个裁判啊 比如说一个裁判的编号 在这个系列 在这个赛事当中啊 总共给出了49个黄牌 这个裁判给出了49个黄牌 可能啊 有些裁判给的黄牌 它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有些裁判啊 给的黄牌数量是比较少的啊 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进行统计 统计的时候啊 咱们再来说一点 就是说 格鲁拜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这块它是有两个 两个index值吧 你可以拿裁判当index值 你也可以拿这个 嗯 也可以拿就是咱们的一个球员 当成一个index值 如果说啊 你指定了一个level level等于零啊 在这个格鲁拜当中 就相当于是 你拿第一个index 第一个index啊 是不是裁判啊 就是说 你聚合了一下裁判啊 看一下这个裁判 不管这个裁判 跟多少个人 都是有故事的 我们把它这个合同一出来 看一下这个裁判 总共 不管给了多少人 给了多少张红牌 level等于零 就相当于是 在这个格鲁拜当中啊 你用的是第一个 为index 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值 然后呢 后面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这是level为一的时候 不是level等于零 然后level等于一的时候 等于一的时候啊 就相当于是 你看你的一个运动员 那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啊 看看在这个赛季当中 得到了多少个红牌呢 有些运动员啊 也是比较牛逼啊 然后能得到十节红牌 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 其实我看左右比赛啊 看的不多 就那个08年啊 中国打进世界杯的时候 我看了 不是08年 04年啊 我记得是04年 然后中国打进世界杯的时候 然后我看了一年 记不太清了 我是个伪球迷 不是 不是 不是04年 就02年 再不就00年 我实在记不清那年了 不要拿这点打我 然后的话就是啊 然后当时就看了一下嘛 但是我觉得红牌数量比较少吧 基本上一场比赛 我都看不上一个红牌 但是有些运动员还是比较厉害 能拿到这么多红牌 也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这点我又分别统计了一下 就是分别对于裁判 还有运动员 又分别统计了一下 他得到这个红牌的一个数量 分别是得多少 那最后啊 我就可以看啊 这个表就不看了 这个表就是 来看一下这个表是什么 这个表就是啊 receive的一个啊 咱们player receive的一个红牌数量 分别是得多少 大部分情况下 还都是receive0吧 这里我们来看 都是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0的 然后极个比较大 可能是偏多一些 但是这个都应该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是领红牌一个赛季 领个两三个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有裁判 给出来的红牌 大部分情况下 给的比较少吧 只有极个别的 可能给的比较多一些 可能这个裁判也比较牛逼 经常给红牌 然后下面啊 就是我还可以画这样一个图 咱们来看直接最后的一个图吧 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图当中啊 我又算了这样一个东西 我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 在这里啊 就是我又先算了一下 我的一个这个东西 先在这里啊 就是simple一下 比如说我拿到了这个dataframe simple啊 相当于是做这样一个取样 我用n等于1万啊 相当于是 我这里啊 进行了一个1万次的一个取样 然后呢 我想算一下 就是不同的肤色啊 之间啊 我算它的一个均值是哪多少 然后呢 我就看一下 就是不是算肤色均值啊 就是以这个肤色的评分 为这样一个为key 然后算其他的一个均值啊 大家应该明白这点吧 Gorlby刚才讲过了 就是以哪个为key 然后算其他指标的一个均值 比如说 在这里啊 我们的一个啊 就是它的一个取值范围有0 有0.15 有0.25 然后在它 在它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裁判的编号 裁判编号平均值啊 这个为e 然后这个平均红牌的一个平均值 平均身高啊 平均这个体重 然后肤色啊 比较深的时候 它的一个身高啊 体重 还有它平均得到红牌的一个均值 是等于多少 那现在啊 就可以画这样一个图就是 咱们刚才不是说想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种族歧视吗 那你在你不同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啊 这个red card算一个平均值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概率吧 就是想象成是一个 呃 红人啊 就是白人的时候得红牌的一个概率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黑人的时候得红牌的一个概率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啊 我们来看横坐标啊 是从0到1.2之间 就是当前这个人啊 它的一个就是肤色 那正常情况下 我认为就是应该没有一个启示的吧 那实际情况下呢 这个红坐标啊 就是它的一个结果吧 在它的一个结果上啊 我们就是来看来 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个结果上 这是0 这是到一个1.0 那其实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黑人是多少有一些的吧 我们来看 就是对于我们月偏左边 月偏左边这个白人来说啊 月偏左边的时候 它是不是说 它的一个得的一个概率值啊 都比都比较低啊 没有就是就是一个圆圈代表一个点吧 没有一个点是偏高的吧 这是对于白人来说 然后呢 对于对于咱们这个黄种人来说啊 好像来说这有点奇怪 黄种人开始了 只要从0.4一开始 一往后啊 它的一个分布是不是都往上 有点明显往上的一个趋势啊 也就是说开始了呀 有一些红牌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了 那也就是说啊 确实这个在这个裁判当中啊 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 它可能啊 就是有些裁判 这里啊 不不不就是不说一个整体 就是说有些吧 因为这个没有呈现出来 就是如果说我们拿平均值来去算的话 没有呈现出来一个平均的趋势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往上片看 还是会对这个黑人和黄人之间啊 出现一些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吧 因为有一些人呢 他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 red card的一个概率啊 它是比较高的吧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了一下 对于啊 不同的一个肤色来说 他得到一个黄牌的概率啊 他的一个可能性是有多大的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这个趋势啊 并不是十分明显 但是啊 他还是有的啊 这个啊 就给大家看了一下 关于啊 咱们的这个一个红牌啊 就是球员啊 跟咱们裁判之间的一个数据啊 之间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哪个东西 咱们讲的是这样一个EDA 就是说 对于咱们的数据 就是也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指标 咱们要得出来什么东西 我们是想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进行一个探索性的 就是说哎呀 咱们就是尽可能多的找出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嘛 咱们是以拿一个player进行举例 然后俱乐部的 然后国家之间的那些信息啊 咱们还没有去深究吧 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EDA的一个任务来说啊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从前到后的一个流程 这里呢在这其中啊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工具吧 一个是算损就是缺失值 一个是去算咱们的一个report的一个报表 这两个东西啊蛮常见的吧 给吧Github也给大家了 感兴趣的话 可以啊就是参考一下我们的一个表格嘛 就是参考一下那个Github上的一个例子 然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还是蛮方便的吧 这个报表我是比较喜欢用的 因为这个报表比较省事吧 一眨眼就能看出来 要不然我自己统计这个东西啊 我需要还得写一些代码比较麻烦 所以说懒人必备吧 这个东西啊 而且的化水表我直接直接给的截图 直接拿回来我就可以用的吧 所以说给大家展示啊 就是无论啊是在这个公司当中啊 你是给项目组里啊 就是我们经常会讨论嘛 你做这样一个任务啊 经常情况下就是肯定不能你自己一个人去做 你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时候啊 你的主观色彩啊 就是有可能会偏强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几个人一起去做 当你就是做人多的时候啊 你也需要给别人讲这个事吧 你要就是使得别人能够能信服你 那使得别人能信服你 你得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吧 你不能说你拿个代码 然后整这样一个表格啊 整这样一个东西 你要是给我整这个东西 你给我展示 那说实话一个开会 我看不下去 这东西什么意思啊 一堆数 但是呢你给我整个表格 就是越简单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啊 说明白了 这个东西是就我觉得 它的一个效果是越好的 所以说啊也是推荐大家可以用啊 这样一个profile 这样一个东西啊 来帮大家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展示 还有分析的一个工作 那关于啊 这个数据的一个红牌啊 咱们裁判和球员之间的故事啊 这个字啊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咱们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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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裁判